他可以提中止代族,我可以嗎? 每一條來提,你那一條代表六個老人家,他講的老人家,不是有多老 你們的共識,我們這些5加3,5加1.5,6加1,他們全部都不能提 玩這招,然後你現在再來教中止代族 你玩得怎樣?我們不能玩 我怕中止代族,黃須修正,中止代族,三中九 哇,這班全部都是賊 梁國雄議員,現在是黃毓民議員發言,你下輪都會理會 基本上是全部都是賊 玩吧,保證跟你玩 何況有,票王支持我,打足四年拉布 黃毓民議員,你發言完畢嗎? 我未說完,三分鐘,我還有三十秒 這是甚麼議會啊? 帶頭去剝奪議員的言論自由 然後你慶高采烈 還要繼續玩? 還要玩中止代族,就陪你玩? 你人多就可以了 人多就厲害了 大佬,現在你們還不厲害 又買票,又說黑社會收錢去示威 說你還不兇勢? 我真是怕得慘了 普羅正治,民聲起義 泰國 一、 prevention 摩蘿羅、尼泰neys 2013 威 ? 西洋扶責 起語反過 四面受敵 撤下成為怒 我們是否這個旗幟鮮明 做我們的反對派 或是否更加要當旗幟鮮明 最激民主黨 最激民主黨 人民的兩岸 貫徹聲勢力竭 也繼續青筋暴然 不平則鳴 指引心系香港 身體力行,隔空發工 黃毓民民道 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好,大舊就說 打拉布他們有些新竅 剛剛播了一段影片 上個星期五 在財委會上 其實有兩段,兩段都是持有他們的 當然現在這個拉布戰 就是針對財委會 修改議事規則 民主黨就說要參加 陶謹申也說了,要打足四年 我們當然樂觀其成 有人幫忙打足四年 那就穩固了 如果泛民那23個人都參與 他又不能搞 老實說 你只是葉國謙準備投降也行 但是我們 雖防人不仁 我們自己要計算 因為那個時間是這樣的 因為他終止待續之後 先前所提出 所謂的五加二 那些就沒得提了 一進入,就要入葉國謙 修改議事規則 限制每一個議員 只可以提一個有關財委會的修訂 我們就已經進入了二百 即是八十個的修訂 有另外八百多個在等 但是一千個不夠 一千個都是千多分鐘 它就搞定了 我們今天研究過 因為這個修改議事規則 是要修改三個委員會的議事規則 公務小組和人事編制 所以任何的修訂動議都成三 我們剛剛今天研究了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每一個委員會提的修訂 就有九萬七千多個 你成三個委員會 就二十七萬多 可以提二十七萬多個修訂 你一次投票投1.5分鐘 即是那裏就四十五萬分鐘 四十五萬分鐘 如果除六十個小時 我計一計差不多是五六千個小時 然後除下去 就差不多是三八零三日 即是如果是二十四小時投票 就投三八零三日 你不要說 我現在在爬底 不怕 你現在有二十七個議員一起幫忙 不只是我們 我們好像以前 梁兄弟 在那裏 起身又討 要做的了 就找了魯蕭幫忙 魯蕭今天也很緊張 因為呢 我們辦事處的工作人員 只是電腦要編 你想想 要編二十七萬個動議的修訂 還有中英文呢 那他秘書處都麻煩了 二十七萬 秘書處都麻煩了 那你那個中英文呢 那裏五十幾萬份 只能進去都 這類民主派硬了很多 相對來說 知道被人均 你明白嗎 我希望其他民主派幫忙提 大哥 我們提成一千個 他每人提一個 昨天 成大和泛民 有個政制研討會 找劉武雄去 這個余若薇提出呼籲 三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的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要有心理準備 萬一政改方案來的時候 是不民主的話 那應該其中一個人 就要辭職公投 何俊仁回應 他會考慮 因為他都快要退休了 如果按照他這個說法 他做了這四年就不做了 這樣的情況下 只是證明一樣的 就是我們公投是對的 那不要緊的 我們覺得 後知後覺 站在人民這一邊 我們都表示歡迎 就不得我講字 就是那麼多 另外一個問題要講的 就是公民黨的黨魁梁家傑 在一個網台節目上面 就說吳智欣問他的時候 假設如果有普選 那是不是可以交換這二十三條立法呢 他說他不介意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是我自己都看過那段聲音 聽過那段聲音 我覺得有少少問題的 普選還普選 二十三條又還二十三條 不可以交換 你最多就說 喂 你普選都沒有 你搞什麼二十三條呢 有了普選才來談啊 那這樣就可以 就是沒有真普選 不談二十三條 那這個就是公民黨 因為看到很多人批評梁家傑的說法 之後作出一個聲明 在網頁上 那個調子就是 那個立場就是 沒有真普選 不談二十三條 或者二十三條不立法 這樣之類 我覺得這個因果關係呢 都還是勉強說得通 當然我 都是當年反二十三條的時候 他們的立場 主要的定義 但就不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就是 有普選 我都不要二十三條 這個是我們的立場 因為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你一個你一個民主是制度 你二十三條是你沒有了你的自由 所以其實根本我們是兩樣東西都要爭取 不可以欺負任何一樣東西 只不過他們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有真普選 至少政府有民意認受性 然後你拿這個二十三條出來 那你還可以說有一個民意基礎 但是你都要投票 是不是 投票就過半數就過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 那是兩回事 不過你可以作為一個前提 就是你沒有普選 就不要跟我說了 是不是 有普選拿出來可以談一下 談一下而已 不代表可以立法 這個立場應該是民主派的立場 這樣才對 我們的立場就是 一天有共產黨的統治 香港的這個普選都是穩妥襯的 我認為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前提下 一天共產黨統治 一天是一黨專政的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 然後不斷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政的話 你所謂有普選 那個普選也是有點流流的 都不可以二十三條立法 即使我退一步 去到說可以 有普選就可以立法 都不可以 因為共產黨和黨專政是不同的 而且二十三條一定會收緊 還有二十三條一定要公投 所以我們今天 還有一大塊 就特意找梁家傑去問清楚 梁家傑答應了我們 他會澄清 這個不是說交換 因為交換是吳志森說 他回應胡志森的問題的時候 他說不介意 我們這個說法有問題 OK 所以我們也免費胡亂發炮 今天我們兩兄弟 特意去找梁家傑問清楚 因為你就是這樣說 希望他澄清 希望他澄清 他也答應了他澄清 因為我們最關注的是 所謂交換這個字眼 是不可以交換的 OK 絕對不能交換 這個立場很清晰 還有很危險的 公民黨在香港民主派有一定的代表性 還有如果公民黨在現階段 公開講了這樣的訊息的話 你根本上是引狼入室 是吧 說共產黨還不借勢入 是吧 所以現在階段所有 我不管你是泛民飯團 還是哪裡 一定要很清楚地說明 現階段 23條是完全不能談 是吧 不可以有任何退縮的 一退縮 還有任何訊息 因為你現在這個時間說這件事 這個是假議題 你明白嗎 這個絕對是假議題 說來做什麼呢 是吧 引狼入室 喂 你現在說 好吧 我搞個普選給你 現在2017都算是普選了吧 那我拿23條來這樣 是吧 當然不行了 所以一有23條來 是全面抗爭的開始 是吧 我再說一次 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一天 香港無論有沒有普選 23條都不能在香港立法 很清晰的 這個是我們的立場 是吧 好了 退一步說 民主派的立場 就應該是 喂 你用普選來做一個前提 喂 你現在都沒有普選 你說什麼23條 你有了真普選 你才來談 最多就是這樣 他們的邏輯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真正民意代表的立法 議會和真正民意代表的特首 他們所制定任何的法律是代表民意 所以什麼法律來 包括這個23條 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基本上 人民力量基本上是否定這個23條的需要性 是吧 沒有必要立法 現在有其他的法律 是吧 這個我們當時在這裏反23條的事情 說了九十幾次 當時我呼籲這些人辭職 總辭的 在電台上 總辭 公投 對不對 現在23條的事情 都是要公投的 對不對 一定是要抗拒的 還有再說一次 有共產黨統治的一日 都沒有23條 沒得談 香港 沒得交換 找什麼來換 找個命來換 找個命來換 找什麼來換 大佬 什麼叫做交換 交換一定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 就特意找梁家傑 因為今天我們在黨團開會 就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要跟進 但是大舊的說法 我就接受了 沒有必要很高姿態發聲明 或者寫封信給公民黨 大家好像關係也無謂搞到那麼僵 因為我們已經大佬四面受敵 那天 陶瑾錦身都鬼拍 後尾針跟我做節目 說了一句 他是針對我的 就是民主黨 只是針對一個人 叫黃毓民 那行了 明白 所以我們也不想因人而害事 所以今天 兩兄弟就親自去找梁家傑 問清楚他 也分析了利害 以及你那個說法 我們覺得有問題 希望他可以澄清 他就答應了 我們會澄清 第一他說 他沒有說過交換 亦都覺得不會交換 但是他的立場就是 沒有這個普選 就不會談23條 給人有一個感覺 就是如果有普選 他們就會談23條 接受23條立法 接受23條立法 我們兩兄弟都跟他說得很清楚 現階段是沒有需要說這件事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更加不合理 亦都沒理由這麼愚蠢 自己送揚入虎口 所以現在 你有三個立法會的超級議席 是民主派的 逢檢基 如果你叫他辭職 即是叫他民進陷家產 一定不會 你正下來 你只剩下民主黨 兩個位置 隨便選一個出來 他是不能避免的 你明白 他也計過那條數 他是不能避免的 當需要辭職公投的時候 利用這個超級議會 唯一一個作用 就是這個超級議會 有什麼作用 那會很有趣 余若薇提 余若薇提 余若薇在研討會上提 我今天打給余若薇 余若薇也是解釋給我 為什麼 他說 大哥 最好是整個泛民有一個共識 或者大家拋一些方案出來 人力也可以拋一個方案 民主黨 大家拋 不如預早要談定 什麼方案才會收貨 要拿出來談 我們的方案 我們會慢慢整理得比較詳細的論述 我們的說法就是全民制憲 由香港人決定香港的政制 OK 由香港人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 具體的做法就是全民制憲 我們會在這方面 比較具體一些有很清晰的論述 現在我們暫時所說的就是 我們包括那個談判案都是 即使通不過都好 我們都會要求這個特區政府總辭 當然包括行政長官 立法會解散 然後成立一個廣市會議 在過渡期間 就由政府各部門的常任秘司長 在行政上執行他的任務 即是臨時政府 即是等於一個臨時政府 然後廣市會議 修改基本法也好 全民制定一部新的基本法也好 接著就是一人一票 選行政長官 一人一票 選立法會議員 就是這樣了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革命性的主張 但我們已經撇除了 和你繼續講的時間表 我們不是基於這個 所謂2004年人大釋法 和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作為香港政制前途的最高指導原則 你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 是基於你接受了 是基於2004年人大釋法 和2007年人大的決定 你這個你不講的 事實上 你是以這個來做基礎 提出這個建議的 是不是 我們就不是 我們這個是 用你的角度來講 革命性的主張 是不是 那你們會認為行不通的 阿爺不會採你 這個是革命 這個是港獨 那你就來講 那你要求他2016年 立法會全面直選 你以為有沒有可能 一樣的 是不是 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你現在劉慧卿說 2016年不能談 那你上次說 2012年不能談 是不是 沒有人會相信你 所以我們這個主張 這個所謂特區政府總辭 立法會解散 成立港市會議全民制選 這個主張 我們會寫一個政治說帖 很詳細分析整個政治的形勢發展 以及我們現在只能夠做的 這個是一個主張 當然要得到很多香港人的支持 認同 是不是 這樣才行 如果不是 那我們就繼續做我們反對派 但是我們不能夠 因為 我們這種主張 在現階段的客觀政治現實裏 未必有機會實現 然後我們就放棄 是不是 同樣等於你爭取新普選的人 不是日一揚人 你說你烏托邦 是不是 共產黨不會給你的 什麼都給你 錢人女人 就不給民主 是不是 你都認為是不可行 不過你行禮而遇 我作為民主派 我一定要爭取民主 我要說這些話 我們不是的 是不是 我們當然對於一些動作 就叫我們去搞革命 是不是 你民主自由行 推倒政府 很厲害 謝謝你 我們不會跟這些人去計較 這些人是很淺薄 很容俗 以及他們當示威遊行 是一個職業的人說 OK 我們是要有vision 有一個願景 行不行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 不能夠因為行不行 而去判斷做不做 提不提這個主張 是不是 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論述本身 是不是有理有節 是不是 還有沒有邏輯 那個思維 譬如我們提出這個 全民制憲 透過這個公投 制定這個新的憲法 其實這個模式 過去那幾十年 很多在非殖化過程裡面 很多在獨裁管治之下 透過推翻這個獨裁的政權 然後也是用全民制憲的形式 透過公投的形式 決定這個當地的政府 或者國家本身的政制模式 然後透過這個全民的投票 通過一個機制 或者通過一個方案 然後按個時間表 再進行這個普選 包括選總統也好 選議會也好 都是一個全民制憲之後 然後全民投票通過的議案 然後由人民選出去的政府 即是當年台灣的政制憲政改革 由李登輝開始主導國民黨 自己主動去搞這個憲政改革 他也是有個國事會議的 你明白嗎 到最後是大家朝野兩黨達成共識 將第三屆國民大會採銷 單一議會只是一個立法院 後來又更加經過這個立法會 多數決通過議席減半立法院 然後選舉制度 由一個所謂多議席單票制 變成單議席單票制 再加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 結果第一次改這個制度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大敗 但是大家都可能看到這個議席 不是一個計算最重要的一個考慮 而是整個制度能否千秋萬世 這個制度是否長治久安 這個制度是否符合大多數人大部分的利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們這個制度 就是為這些所謂建制派度新訂做的 你永遠人數不會比他多的 到你選地區直選的時候 他現在甚麼都做齊 你是很難跟他選的 越選越難選 但都沒辦法 那個都叫做地區直選 但你功能組別 你一人不取消的話 你就算你在地區直選 拿到多些議席 拿到多些選票 你在議會裡面都是少數的 所以當天在爭辯一個人多欺人少 鄭偉俊就說 現在是人少欺人多 大哥 怎樣人少欺人多 幾個人用一條命去搏拉布 怎樣人少欺人多 長期以來都是人多欺人少 不過這些人多 在某一個階段 被這些小人搞到氣急敗壞的時候 就反面 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現在廢盡九牛耳虎之力 希望有機會去改變 就這麼簡單 現在有什麼事做呢 這世對我們來說是沒有好處的 不要說這些所謂疑似屠路的人 其實實質是更凶狠過敵營的人 不斷抹黑我們 但我自己又覺得很安慰 人民力量短短一年多 現在成為重敵 公敵 多厲害 真是多謝大家抬舉 怕我們知名度不夠高 現在成為公敵 我這麼好笑的 你看看人力 這班人 怎樣會成為公敵 劉家鴻 你看看 你看看 聲薛醫生 嚴達明 Erica Erica 陳志全 還有兩個老爺 一個最多惡死的人 叫陳偉業 另一個也叫林姐姐 叫他欣申港 是我 我現在幾乎是淡出人力 所有人力實際的事 我們完全沒有參與 好聽一點 做精神領袖 偶爾出來籌錢 發表演說 論述為人力 周圍列國 演講 去為人力 那些年輕人抬著 做這些事 我也是 就是這樣 反而我得罪那些人 真是很不好意思 我得罪那些人 就不小心針對人力 我人力就是人力 我不是說不代表 我們不會說這些人力 我不代表人力 人力不代表我 事實上就是 事實上我真的沒有參與 我告訴你 我大部分時間 現在放在立法會 放在網台 放在普羅 但是 我們 是希望 人民力量 可以繼續 壯大 我就做人力的 我不敢說做icon 我就做一個 就是 就來 貧臨退休的老人 做一個精神領袖 最多就是這樣 現在實際 人力參與最多的是隔離這位 OK 現在還有一個民主賭樑力量 群眾運動找他 不用遇我 OK 很清楚的 分工 分工 一個文一個舞 分工 現在很清楚告訴大家 也沒有矛盾 就是這樣 這一支旗 一定是發揚光大的 就是這麼簡單 大家努力一點 所有支持者都是 你看到我們這次的選舉 相對來說都算滿意 我們會繼續努力 未來四年 或者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現在就要部署了 我們這次是要找一些electable 真的要贏個位的 就不像上次的債票上 有幾十人去選 那一年回來要開班 就是要談的 要開班 就是要開一些培訓班 大家要下區做事 在論述方面 演講方面 群眾組織方面 掌握地區議題 社會議題 政治議題方面 就是要講下去 要似模似樣 所以我覺得 除了組織 群眾運動 議會的抗爭 議會外的抗爭 我們都會繼續 其實我現在做的工作 就是一個長遠的教育 思想 這是很重要的 你明白嗎 那些交人就會相對比較少 我們希望人力 就是在眾多民主派的組織裡面 最少交人的一個組織 我黃毓民就死也冥目了 說完了 因為那些交人會害人 你知不知道 你看那些交人 你真是想死 那些交人少些 在網上麻煉少些 多些時間做些正經的事 我希望做到這件事 可以令到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我們的後進的年輕人 充實自己 下區和群眾直接接觸 你和多些不同階層的市民 面對不同生活苦困的市民 接觸 即是那些交味慢慢就會淡化 這個很厲害 因為你真是了解他 Caro最清楚 因為你真是了解 她的生活 她需要你幫 或者她想要解些什麼 這是最切身的 大哥 我現在有九十幾個個案子 都在處理 最近有一個癌症病人 問題我又見 還有監獄 我又要去探監 大哥 我們沒有停 我們是最貼近被壓迫的人的生活 你要貼近被壓迫的人的生活 你才會有那個負負 要宣布一個小小好消息 早幾個月前有個老人家 在深水埗露宿 即是過世的老人家 早前已經過世了 我們最近幫他安排到龜佩奧 對 安排到 和龍牧斯聯絡了 龍牧斯正在聯絡到家人 就定個時間 即是會有個正式上位 這個我們要很感謝 捐給我們那位朋友 充心多謝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他無名無聲 露宿街頭 因為被食環處的人趕 結果又死了 很不幸 我們龍牧斯教會的儀式 幫他辦了追思會 接著就幫他辦喪事 但撞在哪裏 位置都沒有 原來這些露宿 遮死了之後 政府幫你燒了他 就無名無聲 沒有人認領 這位婆婆 我們就幫他安排了一個骨灰坑 即是一個位置 當時 林牧斯跟我談的時候 我就找大舅 大舅就拜託 各位朋友 希望他可以捐一個位置出來 結果他真是異話不說 現在也安排了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講開就拿來講 如果我們將我們這些個案 大舊更多 大舊做了二十多年 很多時候 你是為了選票 都是有個心去幫人 以及通過幫他們處理這些問題 發現政策上出現的缺失 然後我們就跟政府計算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真的不應該花太多時間 跟這些交人 特別是這些老千 去動氣 不過有時候你知道我忍不住 聽一下火 所以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還有有興趣 在政治上 繼續發展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普羅 剛才的毓民也提到 會搞一些班 希望過完農曆年回來 那些地區 一些所謂領袖的培訓班 可以開展和啟動 然後我們也會帶一些參加者 參與者到區 做多一些實踐計劃 剛才溫哥華的小朋友 即是Jordan 他寄了一個訊息給我 說6月 整個6月他會在香港 他想來做義工 又想上來我們節目 又想跟我們去探望老人家 他怕因為我忙 見不到我 我無法安排時間 也找人幫你跟進 你回來就定 我們一定由頭幫你看到落尾 因為他父親Tony 亦都交大了 我兒子在香港 你幫我看著他 他有心想做事 那時候我們設計普羅政治學院 都想過一些課程 是暑假海外的年輕朋友回來的 我們除了香港的政治發展之外 有些論述課程 亦都可以做一些中文班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學習中文 講話的技巧 當然有些在海外的 例如十多二十歲的小孩 他书家回來 如果他父母希望我們幫忙看著 照顧他 他回來度假之餘 有些政經驗可以做 我們都很樂意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不用客氣 你隨時跟我們聯絡就可以了 所以Jordan 他發了一個訊息 很長的 我就很簡單 總之我們會為你 你來香港這個停留所做 需要做的事 我們都可以幫你做 希望大家 其他朋友都是 如果你有些小孩回來的時候 你怕他吊吊 你就打個電話給我 沒問題 我一定會好好招呼他 好嗎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梁阿傑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自己 這個純粹 一個估計 純粹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用二十三條 去trade這個普選 二十三條 來到什麼 你說 即是他交換 我就落實 你幫我搞定他 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容許 我花了一點時間 講得比較細緻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在流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 既然二十三條是憲制責任 始終都要立法 如果這個立法 確定能夠 不會損害人權和自由 二十三條立了也沒有壞 如果二十三條立了 中央政府又信任 就可以以此作為 真普選的交換條件 又有何不可呢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有真普選 立二十三條 就算用你的說法是交換 我不介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我大陸司公會主席的時候 我花了七個半小時 就跟歐二國 就是當時 因為葉劉不肯見我 梁愛施說 不是他主席的 我說你也政府 找一個人聽聽 我大陸司公會主席說 他就找了歐二國 歐二國 就是叫律政司 第二把交椅 就叫做律政專員 沒錯 我分了兩天 用了七個半小時 逐條逐條 跟他談 那些男子草案 可以怎樣改寫 可以怎樣做 所以譬如大陸司公會 根本已經有一個文本 是可以做的 所以如果你說你給我真普選 有一個行政機關 是真的要逼他面對香港人 而是向香港人問責 他不可能去濫權 是將行政權無限擴大 根據大陸司公會 當時的文本 其實立法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說做交換條件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你為我而言 只要是真普選 是真普選 一個真正需要 以及能夠 向人民問責的政府 我有一個文本 在等他 他是可以做的 但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 何謂真普選 那這個就是 我就是很簡單 公民黨的看法就是 你只要將 提名權 參選權 和投票權 三權合於一身 普及而民黨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 這三個權 那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看得到 無論是現在新的 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也好 這個 喬曉陽也好 黃江也好 都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時候說過 有關於 尤其是立法會 功能組別的存費問題 功能組別很重要的 佔到香港的GDP 百分之幾多 而且功能組別都可以普選的 普選不是一定等於 只是地區直選才叫普選 過往那麼長的時間 都說了很多很多很多 是不是這麼容易 同意你 梁家傑兄 你這個說法呢 我就懷疑 於是現在有人推出來 就說 用23條來交換真普選 關鍵的問題就是 什麼叫真普選 會不會被騙了呢 跟共產黨談判 是不是這麼簡單 一回事呢 我覺得大家要三思 是嗎 當然是 還有你23條 你說立 你是怎麼立法才行的 是不是 你是否真的用大律師公會 當年跟歐二郭說過文本 還是一個對於香港的人權 自由和法治 是有衝擊的 藍本呢 這個當然是要看清楚 雪亮的眼睛